这个章节我们来看一下影片防止被测录的问题 因为现在有很多萤幕截取的测录软体 就好像你现在看到的我这个画面 我也是用萤幕的测录软体去录制我的课程 所以有些人他们就用这种软体 把这些线上课程直接把它录下来然后拿去卖 那我们如果说要去防止这个测录软体的使用的话 那市面上有这么多软体 你每一个都去防止那实在是太难了 而且又有新的厂商一直推成初心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上浮水印 而且这个浮水印是动态的浮水印 它会在画面的每一个地方飘来飘去 而且它的动态的意思不只是飘来飘去 它还针对你的登录账号去显示 譬如说我现在来播放这个影片 大家好,我是陈万宁 来自于桃源东去用 你有看到刚刚出现的这个红色字吗?仔细看哦 我们白金分会 刚刚在上面是不是有出现? 代表的专业类别是消防工程业 从2015年开始使用BMI平台 资金四年 BMI让我与会员建立了长期有意义的信任感与合作关系 并且透过会员伙伴共同合作与一间 发展出许多我从事消防工程 20年来从未接触到的新市场与新商机 也因此在这四年里 我的公司营业额每年于平均15%的增幅成长 并且从一家区域型的消防工程公司发展 好,你刚刚看到的这双红色字 前面就是写了我的名称 然后还有我的登录的IP 然后最后呢 最后则是我的电子邮件 那我们在后台可以去设定 动态浮水印的颜色 还有它的透明度 让它以尽量不干扰整个画面为原则 每隔几秒钟呢 就出现在影片里面 这样子不管它用什么测录软体测录下来 如果它的影片拿出去外面销售被抓到了 我们可以马上得知到底是哪一个账号流出去的 并且对它提出有效的法律控告 可是这个效果呢 在iPhone手机上面它不会跑出浮水印 但是呢不用担心 iPhone手机呢 它的侧录用萤幕录制的方式 是会变成黑色的哦